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结构 把这个气缸导过来 打开之后2015版的有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它这个右左下角会有一个你可以旋转它的轴啊 比如说你歪轴啊 我们就默认的还是按照刚才一个是轴 还是默认的不动啊 这种 啊 变速的方向 这个点一下就可以了 2015版有很多新的功能啊 我们后面会跟大家用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链轮啊 链轮 这里我们看一下 这里有齿轮 齿轮跟链轮不一样啊 那不在 2015版呢 你选择这个齿轮的时候呢 嗯 可以直接在这个电脑里 直接输入你想要的齿能的参数 就可以自动出版 而2015版以下的版本呢 它 非常的麻烦啊 汇数件表格 然后一大堆烂丝八糟的东西 所以 啊 没有没有2015版以下的东西好弄 啊 这里只是跟大家提一下 提一下 我们在这里啊 来看一下到底怎么样的去做 比如说我们选择 选择这个 工具和啊 在工具和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 一个齿轮啊 比如说你选择国标啊 我们选择国标啊 国标啊 国标这里有啊 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选择这是什么 刚才我们看到什么传动 动力传动啊 动力传动 齿轮这一块啊 它也有啊 比如说你要选择螺响齿轮还是正齿轮 直齿轮 而我们选择正齿轮啊 就要把正齿轮拖过去啊 那么它左侧会出现一个表格啊 会出现一个表格 把这个重新生成一个新零件吧 啊 这是零件的配号就出来了 然后呢 然后呢 你可以在这里选择啊 配置零部件的模速 比如说你要 两模啊 然后尺数 二十五尺 他自己可以自动的跟你跟你搞 然后压力较二十面团多少啊 多少多少 全部搞好了 那么你这个 你这个装 这个齿轮就出来了 很方便啊 比我们别的软件相对来说 哎呀 好很多 哎 刚才我们那个 装配体 不要在装配体力这样搞 而是在心灵电力搞啊 我再来 再来给它改 搞一下 就是说 你直接 文件新建一个 啊 新零件 然后在这个新零件里 选择你的正齿轮 然后把正齿轮拖过来 然后是否 建立一个派生零部件 是啊 是的时候呢 然后点一下 然后接下来 就点编辑特征 不是不是这样 关键了 就 正齿轮的 啊 这样的 突过来 啊 又是生成零件 生成零件 之后 然后在这里 选 你想要的参数 就可以了 啊 又是生成零件 啊 然后点勾 这样的就 路都到 然后你在保存下就出来了 连着 又是生成零件 先建一下装备 乱扯 才大得一样 不要乱扯 不喜欢说这种乱扯的话 刚才在录的时候 是这个格式 打开 一旁 因为我们要使用的是 起 链轮 所以这里 不能 找错的位置 转一下 好 转好之后呢 这个呢 直接连接一个 连接一个轴 连接出一个轴出来 这个是龙母 所以我们这个轴呢 大概是用40 啊 直径40或直径30 这是多少钢键 看一下它这个 它这个 测量一下 它这个是多少 而直径20 我们要直径至少是 30 啊 31 655毫米 不行 我们要 啊 40 直径40毫米的轴 啊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怎么样去做 啊 因为你这个东西要连接轴 不方便直接在这个 图上操作的 啊 你可以直接文件新建一个 然后呢 你直接 拉伸实体 然后在这个地方你画一个轴出来 啊 我们先把40放上去看一下 它到底比例对不对啊 其实有很多做东西 都是看比例的 拉伸啊 长度呢 我们为 啊 200 先做一个200来看一下啊 47的200 哇 好了 然后 在接下来在中间打一个软孔 啊 就直接在这里 切除 这里呢 我们要公牙的 啊 你要记得它这个这个牙 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我们在做气缸在选行的时候这个地方是 是M多少牙 是细牙还是输牙 这非常关键是细牙 往往切掉我们的细牙的啊 M20 什么1.5啊 啊 这种方式 然后我们辅动的M20可能就是牙区这种事情 就是说 大家注意一下这一点 就可以了 好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 在它的中间 摆一个 M20的牙 这里呢 因为我 因为我们 我们这里是 操作的时候 是软主 所以我们不能用直接插入孔的方式 啊 这就改成20 改20之后 我们把它挖穿它啊 然后切除完全关穿 翻下2也是完全关穿 安全关穿之后 放它进来 你就发现这个比例有点不对啊 对不对啊 所以呢 每次的 轴纸外没必要那么粗啊 轴的粗细 你可以把它重新的改一下 这个粗细改成30 可以了 改成30之后 然后我们再把它保存起来 好了 保存到我们电脑的R2016年的 这个部件就叫做 软外 在我们命名的的时候 最好要以这个 这个机器的名称来作为一个 命名 叫轴 如果你后面没有写 这个气缸式升降机 用这个这个轴 这个名称不一样 那么可能会出现把别的一个 一个设备的 一个名字 会把它 替换到这个零件来 所以会出现一些乱的东西啊 所以这也是一些 经验来的 来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 我们在这里插入 我们想要的轴 就可以了 左右一点 这我们配合的时候呢 把这个边和这个边配合一下 然后呢 然后就是 接下来我们在两侧 装备 两个链轮 这个链轮呢 我们采用多大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 因为你如果要沉重 沉重 大概200斤 200斤 的东西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 这个链轮 选择的时候 我们要去考虑一下 这是一个沉重的问题 这宽度是94 就是它的94 我们记得这个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是看 使用 多大的链条 多大的链条 这链条 在这里 有 有很多种 这有很多种 但是如果你要考虑到200斤的东西 那么你这链条在选择的时候呢 不一 不小 比如说有人就写 三分 三分有点小 虽然它 沉重方面呢 是问题不大 但是你要考虑到这个 如果长时间呢 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断的这种情况 三分的链条 这个也一个拉伸的盒载 多少牛 多少牛 多少切牛 因为这里有一些经验的知识 这里我们就有使用 五分的链条 五分的链条 也就是 五十 五十 五分的链条 三分 我们这里写五分 也就是五十 这个 好 我们再打开 打开这个 显示软件 在这里选择链条的时候 我们找到 链条 然后呢 链轮 链轮找五十 好 五十 就这两个 就在这里 那么这里是链条 这个链轮 好 就找这个 这个啦 然后呢 我们刚才记得这个气缸是94 对不对 好 放大一点 看这个 第0 也就是说你的第0的位置 至少 应该说是 第P的位置 至少要 超过 五十 才行 超过五十 才行 而且你两边都要空的多一些 要空的多 你可以 你可以 画一个这样的图 出来 如果我们刚才给他画了 我气缸在底座 我要 我这个轮子 我在这里 那我这边和这边 我要过东西 所以我这个宽度呢 至少要有 一百 一百五 一百五的位置 所以你留一个这样的宽度 所以你这个呢 你这个链条 链轮 的选择 就大概有一个范围了 好 比如说我们的 尺数 尺数 如果你显得 地零在 100 尺数 150的位置 我们刚才是 150的位置 所以至少是28尺 我们这里写的 整数30尺 30尺 就可以了 这是 用分链条 30尺 总宽度是多少 总宽度L 看下L长度是28 你可以自己在这里改 但是这里 这里不能改 好像它已经是标准件了 你可以按这个出图 出来之后你把这个长度改一下 或者你在 链键里面再 增长 增长它 好待会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增长 好把它 选入 选入之后 你然后呢 你再把这个链条也相对应的 也把它 搞出来 五分链条 链条的长数 你选择100 结束100 先选择 这里的距离是多少 距离 持续是15 15 如果你选 4点 100 100 100 的话 那你这个长度就是 不然 就是算16 也就是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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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上升400 这起来 大概 这里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你这个呢 你这个呢 当你这个上升的时候 你上升 这有个很重要的 给大家提一下 你上升多少呢 上升 比如说你上升100毫米 那么实际上它走了多少 实际上它走了200毫米 走了200毫米 因为这是圆的 这是圆的 而这个呢是直线 这个也要注意一下 我们在这里写 写结束 先写30节再说 我们把输出文件 按这个设计 好然后关掉 关掉之后呢我们把链轮打开 应该是所有 所有文件 找到链轮 把这两个都打开算了 我们接下来的这几节课程呢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节课也大约是在十节以上 十节以上的一个范围 所以 所以呢 希望 如果 在讲过程当中 如果有些疑问不懂的问题呢 可以随时连续我的手机 13650273234 我是黄安达 好 当然因为我本人的文化水平有限 所以我在讲课的时候呢 难免会出现一些 呃 语言不顺的啊 或者说 语句不通的这种东西 啊 因为可能 就是自己随口这样的说出来的吧 就这样子的 把自己工作当中的应用 来 讲给 分享一下就可以了 哎 怎么打开这两个啊 嗯 两个都是链条吗 这是什么 把这个保存一下 啊 保存一下 名字叫 CHE50-3 保存 然后呢 再关键上 看看链轮 明明刚才保存的是链轮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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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呀 重新打开一下 啊 刚才打开的是35的 错了 这些刚错了 嗯 嗯 嗯 还有一个 也值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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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输出来的是STD这种格式 那么它会问你输入整段吗 不整段也可以 整段也可以 最好就是不整段 为什么整段它会很慢的啊 它会把你 变成变成一些 啊 拉伸的曲线啊 草弓啊 什么都变成很详细 不不不整段也是一样的 同样都可以把它进行拉伸啊 啊 比如说你这个链条的宽度 你要记得 我们在这个五分链条的时候 它的一个宽度啊 这个的宽度是B1 B1是多少 你要去找一下 这里的 是9.4啊 9.4 9.4 那么它这个呢 就可能就在9.4以下啊 比如说8啊 这种约这种一个范围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样子 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 那就没有 8.7 OK啊 它就是8.7 那么我们按照这个8.7的这个尺寸 我们觉得这个 它这个地方啊 可能有一点不是你想要的位置 另外一个我们 我们想一下 试想一下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结构 等我上来 它也跟着滑动 所以这个地方呢 是什么 是转动的 也就是说它中间这个是要 进行一个轴承的 要连接直线轴承的 是吧 是不是连接直线轴承 好 如果连接直线轴承 那这个地方就不要了 好 再说我们这个宽度 好像连接直线轴承 不太合适 所以我们这个要进行二次的修改 啊 二次的修改 那连接这个直线轴承 连接多少呢 我们要把它直线轴承 先 先 不是直线轴承 说错了 是伸勾球球承 它的一个 一个 表格 打开这样的一个表格 刚才说的 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啊 就是叫声歌就出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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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